哈喽大家好,我是不刷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这里是惊悚哥的第二频道,惊悚哥的粉丝窝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一家四口朝夕生活》 其中三个都是冒牌货,翻转不断的悬疑惊悚片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一家四口驱车前往新家 男主朴正熙正在后座熟睡 突然,他满脸惊恐地醒了过来 脖颈和脸颊上已经亲出细密的汗珠 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噩梦 深色的母亲见状,立刻关心地询问起来 负责开车的父亲憨厚地笑着,调侃儿子太过胆小 副驾驶上的哥哥朴正元,微笑着回过头来 他告诉弟弟,今天是一家人洗钱新居的日子,要开心些才好 不久后,一家人的小车停在一栋双层别墅外 看着眼前四层相识的房子,朴正熙开始了他内心的独白 明明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为什么会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 虽然记忆一片空白,可我却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在这里经历过什么 此时,朴正熙望向一旁的哥哥,他正抬着头露出阳光般的微笑 哥哥是个全能学霸,毕业于韩国最知名的大学 可惜天度英才,一场车祸让他变成了脖子 相较于灿弱星辰的哥哥,朴正熙就显得有些暗淡无光 由于他怀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无关紧要的记忆都会变得异常模糊 三次复读都与大学师之交比 正因如此,他对哥哥的崇拜超越了一切 随后,一行人提着行李箱走进他们的心甲 别说二楼有三间卧室,其中一间放着前任房东还未搬走的东西 哥哥提醒弟弟,父亲曾叮嘱过,那个房间绝对不能进去 虽然朴正熙有些疑惑,但并未将其放在心上 剩余的两间卧室,父母一间,兄弟两人则只能暂时合住 当天晚上,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共进晚餐 朴正熙突然听到偷顶传了一阵声响 位置正在那间房门紧闭的卧室 他迫感疑惑,前任房东已经搬走了,还有谁会待在上面 此时,天空中适时地响过几声闷雷,父亲急忙推说 书外面在打雷,楼上根本没人 与此同时,气韵也纷纷附和,让朴正熙不要太过紧张 可能只是换了新环境,有些不适应 见大家都这么说,他便不再多话 当天夜里,屋外的雨依旧下着 搬了一天的家,众人都很疲惫 父母早走地休息了,朴正熙因为要准备第四次高考 正在调灯夜读 夜渐渐深了,各个朴正元早早地进入了梦乡 朴正熙则戴着耳机,准备听点舒缓的轻音乐帮助睡眠 就在这时,那间空置的卧室再次传来一响 这让他瞬间警觉起来 看来,自己晚饭时并没有听错 一种诡异的感觉吸上心头 朴正熙再难入睡,他捏手捏脚地朝那间卧室走去 鼓起勇气正好开门,肩头却突然被人拍了一下 吓得他一个机灵,差点叫出声来 回过头,却发现哥哥正站在身后 一脸疑惑地询问他打算做什么 弟弟将自己刚才的发现说了出来 并表示想进去一探究竟 朴正远提醒道,父亲曾经叮嘱过 里面是前任房东的财物 门一旦被打开,万一房东丢了东西 怪到咱们头上来,那可就讲不清楚了 既然你睡不着,不如我们兄弟俩都外面透透气 紧接着,他们撑着雨伞 来到了一家不远的小山上 屋外的雨依旧细细细地下着 万家灯火应用眼帘 多了几许温馨的感觉 朴正熙忍不住对哥哥说了声谢谢 他觉得能有这样一个滞冷滞热的哥哥 是他此生的荣幸 朴正远被弟弟的话逗得哈哈大笑 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说出这样的话 就在这时,他的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是父亲打来的 他让父亲不要担心 他和弟弟只是出来散散心 很快便会回去 然而父亲却表示自己弄丢了一份重要的合同 希望朴正远回去帮他找找 无奈之下,他只好和弟弟告辞 并表示自己马上就会回来 可就在回家的路上,朴正远遭遇了意外 路边的面包车里突然冲着一伙人 将他团团围住 于是双方陷入了混战 朴正远一个人带着无聊 便也决定回家 路上,刚好看到哥哥正在和一群人缠斗 他下意识地准备冲过去帮忙 但哥哥还是被那帮人 强行塞进面包车带走了 朴正远只能记下对方的车牌 然后飞奔回家 将哥哥遭人绑架的事情说了一遍 由于他的病情尚不稳定 又在刚才遭遇了惊吓 所以将发生的事情讲完之后 便晕了过去 朴正熙从昏迷中惊醒 事件已经是第二天中午 哥哥朴正远依然杳无音信 这让他不由得担心起来 两个警察见他苏醒 急忙过来了解案件详情 作为绑架案的第一目击者 朴正熙在警察面前 将案情源源奔本地附属了一遍 但遗憾的是 根据他所提供的那个车牌 并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车牌是假的 车辆也做了伪装喷吐 似乎露走哥哥朴正远的那伙人 并不简单 听到警方并没有查到 有价值的线索 朴正熙显得有些激动 警方表示 按照一般的经验 绑匪通常会在不久后 联系家属索取赎金 所以他们能做的只有等待 时间一天天过去 一转眼便是半月有余 绑匪的电话始终没有等来 包括警方在内 所有人都开始倦怠 希望也变得越来越渺茫 这天中午 朴正熙做了一个 血腥而恐怖的噩梦 梦中 一个男人抡起长兵符 朝自己头上砍来 吓得他一个机灵 朴正熙突然听见 那间房门紧锁的卧室里 又一次传来一声异响 声音越来越响 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正从漆黑的卧室里扑门而出 朴正熙惊恐万分 急忙将头锁进被子 半晌之后 他听到外面没了动静 这才满头大汗地钻出了被窝 但就在那猛人回头之际 一个长发披肩的女鬼 猛地朝他面前扑来 朴正熙大叫一声 再度从床上坐起 此时 外面天光大亮 原来 朴正熙刚才经历了一场 可不得梦中梦 惊魂未定的他准备下床 却惊讶地发现 哥哥朴正元 竟然毫发无损地回来了 但当家人们问起 他被绑走的这段时间里 都经历了什么 朴正元却完全记不起来了 认识听真相 父母找来了医生 医生在经过一番诊断后表示 哥哥朴正元 患上了一种罕见的 解离性失忆症 这种病症 可以理解为 大脑为了保护自己 而选择性地 遗忘了一些痛苦的记忆 医生都这么说了 家人们便也不再多问 唯有朴正熙隐隐觉得 哥哥这次回来 给他的感觉有些陌生 甚至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之前明明拨了左腿 现在却莫名其妙地 变成了右腿 他觉得 这个和哥哥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岂有可能是个冒牌货 当天晚上 朴正熙调灯夜读的时候 趴在床上假眉 哥哥突然走过来 恶恨很用自动铅笔的笔尖 对准他的眼球疯狂暗动 似乎在依次判断 他是不是真的睡着了 朴正熙内心虽然充满恐惧 但他还是强忍着没有露出破绽 更令他感到困惑的是 哥哥自从被绑架以后 每晚都会趁着他睡着时 悄悄离开家 这让他觉得 车骑中一定隐藏着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天夜里 朴正熙悄悄跟在哥哥身后 想看看他 每晚都在做什么 令他惊讶的是 哥哥在离开家后 竟然步驳了 完全像一个正常人一样 上了一辆出租车 偏僻的巷口 他下了车 便一头扎进了巷子里 朴正熙紧随气候走了进去 夜晚又暗的小巷中 哥哥七拐八拐地 进入一处秘密场所 看起来像是某个黑帮的聚集地 门口站着几个黑衣大汉 让朴正熙感觉有些面熟 半晌之后 他终于记起 这几个人 正是那天上门来路口供的警察 一时间 朴正熙感觉 自己的脑子有些不够用 哥哥为什么会 莫名其妙地被人绑架 之后若无其事地回来 紧接着 又欲看起来像黑帮分子的警察 在那中勾结 这其中 到底隐藏着怎样的阴谋 就在他试图 进一步深入调查的时候 两个警察恶言过语地围了过来 似乎要对他不利 朴正熙见状 转身就逃 好不容易摆脱围堵 却被一旁赶来的哥哥迷晕 朴正熙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趴在书桌前 此时外面警大量 难道昨晚发生的一切事情 只是一场噩梦 随后 哥哥像没事人一样 从床上醒来 并若无其事地 喝得到这早安 朴正熙战战兢兢地 躲进洗手间 隔着门将昨晚的见闻说了一遍 哥哥听完后直接表示 自己晚上一直在家 哪里没去 一定是朴正熙出现了幻觉 就这样 兄弟俩因为这件事情 牛大起来 朴正熙忙问弟弟 昨天有没有按时服药 他只才猛然记起 自己昨天 的确因为不申将药片 掉落在洗手池下面 而忘记了服药 朴正熙终于冷静下来 难道说 自己真的因为没有按时吃药 而勿将梦中的事情 当成了现实 随后 他向哥哥道歉 觉得自己错怪了对方 哥哥微微一笑 并不计较 说完便出门而去 朴正熙看着哥哥 跛着脚远去 更加确信自己出现了幻觉 可等他重新坐在书桌前 却发现了一些完整的铅笔心 这是哥哥作案原来测试 他是否熟睡时用的 这说明 作案的一切都不是梦 朴正熙几乎可以确定 这个莫名其妙回来的哥哥 一定是个冒牌活 不仅如此 他还在案中 做着某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想通了问题的关键 朴正熙第一时间找到母亲 向他讲述了昨天晚上的经过 母亲听后也显得一脸紧张 并表示 今晚如果再发现哥哥偷偷离去 咱们一家人就跟过去调查清楚 得到了母亲的支持 朴正熙心中打定 当天晚上 他发现哥哥再次失踪 于是他便准备交上父母一探究竟 然而当他来到楼下 却听到母亲正在通过电话 窃窃私语 将自己告诉他的话 完全出卖给了假哥哥 朴正熙对此深感震惊 没想到母亲竟然和哥哥是一伙的 一个细思极恐的猜测 一下子跳了出来 家里人都在合谋欺骗自己 如果真的是这样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骗局是刚刚开始 还是搬来新嫁以后就已经铺开 一个一个问题接踵而来 朴正熙不敢继续猜测下去 准备先回房间再思考对策 就在这时 他不慎猜想的年久师兄的墓地板 引起了房间里母亲的注意 为了不让对方发现端倪 朴正熙只好从一楼卫生间翻出屋外 然后顺着二楼的窗户 返回了自己的房间 在母亲进屋之前 他钻进被窝假装熟睡 试图蒙混过关 但他视露露的头发 以及脸颊上的雨水 已经将他出满 母亲意味深长地 留下一个微小转身离开 似乎他已经有所发现 朴正熙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 现在看来 自己的亲人都是假的 他们对自己一定不有所图 想到此处 朴正熙觉得 自己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 应该尽快逃离才好 于是 他趁着夜色的掩护 悄悄从窗户爬了出去 他走到一半 却刚好遇到了外出归来的父亲 此时 母亲也适时地出现在门口 而且还有一个不认识的男人 对他形成了和谓之时 朴正熙趁机推导父亲 一路跑进了警局 警局里 朴正熙将自己的经历 告诉了值班民警 民警听后也颇感诧异 于是要来身份证号码 调查情况 经查证 朴正熙在警局系统中 显示位41岁 他一脸无奈地告诉警方 一定是系统出现了错误 现在是1997年 我明明只有21岁 在场所有人都为朴正熙的话都乐了 就连他对面的警察 都有些人群不禁 现在可是2017年 你不会穿越了吧 朴正熙一脸不可知心地看向日历 之后他又来到了镜子面前 这回他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容貌 哪里还有20岁小伙子的模样 分明就是个中年大叔 朴正熙有些失魂落魄 他似乎想通了一些问题的关键 或欺骗自己 一定有这不得意的苦衷 或许他们是想让自己 找回20年前的记忆 因为自己从患病以来 很多事情都已经记不清了 从警局出来 魂不守舍的朴正熙回到了家 屋里冷冷清清 一个人也没有 他顺着楼梯来到二楼 却发现之前那个房门紧闭的卧室门 竟然打开了 里面还有诡异的音乐声传出 朴正熙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忽然发现一具 带血的人体模型倒在了地上 旁边是一把血淋漓的尖刀 屋内到处都是血迹 看起来像一个高度还原的循环现场 血腥的画面刺激着朴正熙 在记忆身处 他好像目睹过类似的场景 就在这时 哥哥 母亲以及父亲 依次走了进来 原来 这几个人并不是朴正熙的亲人 而是乔装打扮的黑帮分子 他们之所以要演这出大戏 就是为了唤醒朴正熙 多年前杀案时的记忆 而让他还原出最真实的案情 搬远哥哥的男子 名叫金芷勋 其实是当地黑帮里 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点起香烟 将往事娓娓道来 1997年 就在这栋房子 发生了一起入室凶杀案 一对母女惨遭杀害 警方厚费了大量精力 却没有丝毫进展 直至过了追溯期 某天 一个极为慷慨的孤主找了过来 他花大假钱雇佣他们 才终于将凶手抓住 但可惜的是 凶手患有解力性失忆症 他们实际各种手段 都没有得到想要的真相 朴正熙听到这里 已经明白了一切 看来自己被当成杀人凶手 但在他的记忆里 他从来没有杀过任何人 一定是对方弄错了 想到此处 他便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然而金智勋却一口咬定 他就是凶手 事实上 这样的争辩已经上演了不止一次 而金智勋的最终目的 不止于将他杀死 而是要找出幕后主石 以及可能存在的同伙 否则他又怎么能让朴正熙 活到现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在一位心理医生的帮助下 金智勋一行人 开始精心策划这场清静还原 此时 故事中一些过往的细节 也被披露出来 朴正熙每日服用的药物 其实是恢复记忆类的药品 晚饭时楼顶的响声 其实是装修工人们 不小心弄出来的 入住第一天晚上 是与雄杀案发生时 一幕一样的雨夜 于是 朴正熙被故意带到外面 他们剪辑布置 完美地还原了当时的案发现场 甚至连音乐都做到丝毫不差 原本一切都进行顺利 但途中发生了一点意外 扮演哥哥的金志勋 因为黑帮头目的身份被捕了 于是便打乱了计划 为了不至于露仙 他们只好找来黑帮马仔 扮演警察 将朴正熙安抚住 直到金志勋一番运作后 出于归来 之前的计划 才得以继续进行 可此时的朴正熙已经发现了 他们假冒家人的事实 所以整个计划 不得不潦草收场 直到此刻 事情的原委已经变得清晰明了 但即便如此 朴正熙依然不肯承认 自己就是凶手 无奈之下 金志勋只好去车 准备将他转移到另外的地方 但朴正熙却并不打算束手就擒 他趁着车速放缓的空档 跳车逃走 金志勋只好开车去追 追逐过程中 朴正熙不申被车撞到 陷入昏迷 金志勋也因为车速太快 发生了车祸 正是这一撞 让朴正熙恢复了往日的记忆 他们原本一家四口 生活幸福而温馨 一场车祸毁灭了一切 父母当场去世 哥哥全身瘫痪 幸免遇难的朴正熙 成了家里唯一的职诚 为了筹钱给哥哥做手术 朴正熙在网上发布信息 谁能出钱为哥哥治病 他就为了点人赴汤蹈火 直到这一天 有人答应帮他 但交换条件时 让他去杀一个女人 为了给哥哥治病 朴正熙思考了一夜之后 终于答应下来 雇主明确表示 只需要杀掉女人 千万不能对孩子们动手 地点就在内栋二层别墅 钥匙则藏在水管边缘 一个漆黑的雨夜 朴正熙悄悄潜入房间 他看见女主人 抱着孩子睡得香甜 一时间竟有些不忍下手 于是 他决定要放弃这个任务 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女主人竟然醒了 看到迟到的朴正熙 他忍不住发出尖叫 朴正熙示意他不要出声 自己马上就走 不料 楼上的大女儿 听到母亲尖叫 跑来查看情况 一看之下 静也开始疯狂尖叫 朴正熙本想冲上去 捂住他的嘴 却不是失手误杀了对方 女主人被吓坏了 本能地开始叫喊 无良对方闭嘴 他持刀将其杀害 这时 家里唯一的男孩醒了过来 表示要找自己的姐姐和妈妈 朴正熙只好骗他 从一数到一百 妈妈就会回来 随后 他匆匆逃离那栋别墅 原来 为朴正熙发布任务的 正是这家的男主人 由于金融危机爆发 他欠下巨额债务 于是便打算杀妻骗保 却不料 自己找了个业余杀手 妻子死了 还搭上了女儿的性命 杀完人后 朴正熙去找男主人结账 两人在处偏僻的楼顶见面 他以为男主人 会支付约定好的酬劳 不料 对方却以他误杀女儿为由 准备将他推到楼下 情急之下 朴正熙拼命反抗 反将雇主杀死 这样一来 除了那个小男孩 再也没人见过他的真容 时间回到当下 恢复记忆的朴正熙再次苏醒 他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金志勋搜到床前 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 他就是当初那个 幸免遇难的小男孩 这也是他为什么 会那么笃定地认为 朴正熙就是杀手的原因 因为只有他见过杀手 话到此处 朴正熙不再躲避 终于承认了自己杀人的事实 怀着无比自责的心态 说了一句对不起 终于被他说了出来 金志勋急忙追问幕后主使 但朴正熙却一口咬定 并没有人指使他杀人 他觉得自己已经罪念深重 不应该让金志勋知道 他的父亲杀气骗薄 这样残忍的事实 然而 在朴正熙闪躲的眼神中 金志勋已经猜到了真相 母亲临死前 父亲突然帮他买了 高额的意外伤害险 这绝对不是巧合 得知真相后的金志勋 万念举灰 来到医院左廊的尽头 跳楼自杀 朴正熙 则用金志勋留下的毒脊 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故事至此结束 电影《记忆之夜》 上月2017年 由张恒准指导 该片主要讲述 高中生朴正熙 为筹钱给哥哥治病 在网上接受了一场杀人交谊 并因此酿成一起灭门惨案 20年后 灭门安心村长男孩金志勋 终于将他抓获 但此时的朴正熙 已经还上了十亿症 忘记了当年的罪行 为了帮助他找回记忆 金志勋亲自上阵 导演了一场情景还原的大戏 并最终查清楚烂解真相 总体而言 整部电影叙事流畅 反转不断 故事最终以悲剧收尾 其内核 是导演对经济衰败的控诉 以及对困境中 人们自甘堕落的叹息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